说恒大的核数师普华永道 经过9个多月的调查之后 昨日中国的财政部和证监会公布了对普华永道的处罚规定 大家知道普华永道是国际的四大会计师行之一 国际四大会计师行当然在海外 普华永道是PWC 国内的一个分公司 现在整个 我们金融界都可以说是依赖 这四家主要的核数公司 去核实上市公司的一些资产负债表 看看是否真实 如果经过这四大核数公司 主要当然还有其他 但是最大就是这四家 包括PWC 罗兵涵 另外就是 安永 Deloy 德勤 和KPMG Pit Marwick 就是四个大的核数公司 我们是相当依赖他们 在金融界建立一个 信誉 就是他们出的核数报告 如果是写到说 你看完那家公司的数 觉得是没有保留意见 那我们一般来说都会相信 这四家核数公司 所出的会计报告 是对的 是真实的 但是问题现在就是那个情况 在恒大这个事件当中 就发觉 PWC 罗兵涵的 国内 分公司 就是普华永道 就是 做出很多 错误的行为 他直接是帮了恒大 地产是做假象 那细节可以说是离了大谱 所以经过九个多月的调查之后 普华永道是收到 昨天是收到 财政部和证监会 开出的负担 一共是被罚款4.4亿 人民币 而普华永道 被宣布 暂停业务资格半年 那我们讲讲一些细节 首先讲中国的财政部怎么罚 他对普华永道涉及恒大地产 2018年审计项目的违法行为 罚款就是1.16亿元 就罚停经营业务6个月 并且撤销普华永道 广州分行的 这个是经营的一个资格 那就是 对4位 曾经签止的 注册会计师 就是在财务报表里 签了名 他们是注册会计师 他们认为数目没问题 那这4位的会计师 就是吊销 注册会计师的证书 至于其余7名 的会计师 他们曾经是参与 编制 和编制恒大地产 合併 财务报表 他们这7位 注册会计师 就没有被吊销 牌照 不过被警告 或者罚款的行政处分 这个是中国财政部 对普华永道的 PWC 中国的处罚 证监会 就是怎么罚呢 证监会说 本来他也想 应该罚 普华永道 暂停 从事证券业务 由于财政部已经罚了 所以证监会就不再加罚了 所以证监会就加另一个就是 罚款项 以这个什么标准呢 就是没一罚十 是没收 普华永道 涉案期间全部的业务收入 2774万 没收你这2000多万 另外再罚 这2774万的10倍 即是2.7740万 加上没收的2774万 简单来说就是2774万乘11 得出的数字就是2.97亿 这是证监对普华永道的罚款 另外再加就是 四次未收费债券发行审计服务 这个服务就是罚款2000万 那么合计呢 证监会判罚 普华永道是3.25亿 加上财政部的1.16亿 总计加上就是4.41亿人民币 这个就是昨天公布 中国财政部和证监会 如何罚普华永道 那这两大监管部门就披露了 就是恒大是怎样离谱 恒大离谱的地方就是 他的 会计师 PWC是帮恒大 做假象 普华永道 就在 执行恒大地产 2019年和2020年的 审计报告当中 就没有尽勤 勤勤责 这个责任 在审计过程中 当中是违反多项的 审计准则 违背多项的审计要求 违背多项的审计要求 令到这个程序 审计程序是失效 也都是未有保持应有的 职业态度 的怀疑态度 未有作出正确的职业判断 也都没有发现到 恒大地产 很大金额 很高比例的 财务造假 没有发现 是不是没有发现呢 可能是不是 可能发现了 都不出声呢 现在就事后 总之就揭发了出来 所以那四个 签名的会计师 就要 当然是要负责 要背锅 会计师 证书被取消 以后都不用做了 这四个会计师 在行业中消失 大致上 这次 罗兵涵 普华永道 中国 所犯的错误 有五点 第一点是 审计工作的 底稿失真 原来 地产项目的 观察当中 大概有88%的 记录 和实际的执行情况 不相同 他们的 工作 審计工作的底稿 记录内容 是严重 不可靠 第二个 弊端 就是什么呢 原来 会计师 或者核数师 应该 现场 走访 去访问 真是去看看 他们的资产 是否真正的 他们的地盘 或者 他们的 建立好的楼 是否真正在 才可以 原来 第二点就是 这些 会计师 当他们 现场走访 的时候 他真的告诉 大家 可以了 这个楼盘 符合交楼条件 他在报告里 就这样写 就认同了 这些楼盘 是符合交楼条件 但是原来 大部分 这些楼盘 实际上 是未完工的 甚至乎 事后 证监会派人 去实地 实地调查 看回这些楼盘 你说做好了 去看看 原来发觉 除了有些 未完工之外 原来有些 根本未开工 还是一片的空地 这个都 真的相当离谱 就是 核数师 在报告就说 这些 地盘已经 完工了 已经建好了 当证监会 事后去查 原来 很多根本 一片空地 都未开工 第三点 就是 你去实地调查 取样 样本 选取范围 失了控制 任由恒大地产 去决定 就是说 如果有恒大地产 告诉你 例如有100个楼盘已经建好了 例如有100个楼盘已经建好了 你随时可以看 你选择一些来看 不过这100个楼盘 这70个你又不可以选择 你只可以选择这30个 即是告诉你 那70个是有问题 是吧 那100个楼盘 原则上 你应该是 取一个样本 一个sample 应该是 不会说 有特定有70个 不能选择的 是吧 你只可以限制我 在这30个楼盘 选择一些楼盘 实地去看 那你选择得出 那当然没问题 其实我就是想知道 假设我是抽样 去调查这100个楼盘当中的其中 可能20个 你说有70个你不能选择的 那这个就已经是有问题了 就是在抽取样本的时候 已经失责了 好了 第四点的问题出现是什么呢 就是文件的检查程序失灵 原来 在资产负债表里 有些楼盘已经卖了 你看看是业主签了名的 卖了的 但是问题呢 那些那个签纸日期 是 譬如我的节数 譬如我会计的日期节数 譬如是3月31号才算 原来他就搬出一些 卖楼文件 已经是过了期的 就是迟过3月31号 但是你会计的报告 是截了的 3月31号 举个例 不知是12月31号还是3月31号 通常都是事单一个日子 3月31号 举个例 那你跟着就拿一些文件出来 之后 那些买家签署了的文件 你都当了是之前的财政年度 那就不行的 所以 这个应该是 核素斯去把关的 所以这些文件又不清不错 另外就是 最后一点 一个核素斯犯的错误 就是 复核程序失守 现场走访程序复核工作 留于形式 太过相信 那些复核人员 然后回来就报告给他听 那就复核人员 报告给他听 说了什么 那他就完全信了这复核人员 那事实上可能这复核人员根本都是 现在这个情况出来 就是原来是信不过的 那你作为会计师 你签得名那一刻 你都要审慎一些 去想清楚是不是应该签下去 那个名字 那 现在就五大情况 是出现 就造成 恒大集团 主要是恒大地产 那个是 帐目上的造假 那当然恒大集团是 过去很多年 都不是今时今日的事 是过去讲十年 起码 就一直那个 是负债比率 都是严重高期的 就是说几百个百分比 在账面上就是几百个百分比 实际上现在是揭发到 off balance sheet 就是资产负债表以外 所借的钱是更加多的 很多是根本你都不知道 原来他借了很多钱在外面 那没有入账 所以这个Bow 其实一直都是 大家都看到是有问题的 就算他在资产负债表 告诉你听的负债 都已经是几百个百分比 的资产负债比率 几百个百分比 已经是很大问题了 是不是 就是 通常 几十个百分比 我们已经开始觉得 小心点 你借到几百个百分比 你都不去搞 原来呢 这几百个百分比 都不是反映真实事实 因为 资产负债表以外 还有更加多债 好了 结果就查出来 就是 二万 二万六千几亿 人民币 整个负债 整个恒大 如果熟悉国内的 这个是 金融啊 或者政治啊 方面的一些 人物呢 就是高层那些 没理由不知道 恒大究竟实际是借了多少钱 为什么那个资产负债表 他反映不了全面的 picture 全面的图画呢 其实一直都是 就是 都要求他减债啊 不要再乱借 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减 还是不断的乱借 那其实国内的银行 近这几年 或者是海外的银行 近这几年都不是怎么借 钱给恒大地产 恒大地产 现在怎样去填那些银行呢 就是去海外发债 发这个美元的债 那发美元债呢 那变成了 如果罗兵涵 或者普华永道 那个会计师报告 是写到明说没有问题 那海外的投资者 就会根据这个 会计师报告 去买恒大的债券 因为你说没有问题的 没有保留意见 还有呢 还是有很多人相信 原来有些企业是 会大到而不能倒的 不会倒的 因为欠的钱太多 所以不会倒的 这个就是一个谋误 向来也是谋误 大家如果记得 过去那 十年 如果是中国 大的企业 因为负债太多而倒的 有哪个呢 第一个我马上会想到 比如说 安邦人寿 是其中一个 安邦人寿 也很大集团 他曾经的资产是 两万亿人民币 那一样是整顿 另一个就是海南 海南的集团 又是 亂按借钱 亂按发债 还要走到来香港 抢地 然后再建大厦 那这两大集团 安邦和海南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告诉大家 这个世界上 是没有大到而不能倒的企业 所以当恒大越来越大的时候 其实 捉爆的泡沫 并非一个 不好的 部署 因为如果他 他现在欠二万六千多亿 你捉爆他 如果你不捉爆的话 十年之后他可能欠二十六万 二十六万亿都不行 那到时才捉爆呢 那真的是大件事了 真的会有整个系统性风险 整个 就是中国的银行界 或者国际金融圈 都会被他 受牵连 到时才搞 就肯定不行了 那当然现在那个 效应也很大 因为不单 因为你捉爆了恒大泡沫之后 就牵连到其他的 来房 发展商 那个资金链都出现问题 包括富力地产 佳兆业 世贸 融创 还有什么 华夏恒福 花养年 那就是等等 就是数都数不完 那全部都是出现资金 链断裂 还不了债 卖不了楼 那整个内房的泡沫就正式爆破 那内房的 就是 上海、深圳、广州 这些大城市 北京还有 那楼价由高峰就 跌了三、四成左右 那如果是 二、三、四线城市 跌幅是说 五至 五、六成 跌了五、六成左右 是很平常的 如果大家不相信我说 就可以 自己真正可以回 国内看一看楼盘 如果你走去看楼盘 进去地产公司 地产代理 你就变成贵宾了 因为如果你说 告诉他我有兴趣买楼 你立即变成贵宾 因为现在市场是没有人买楼 你如果说 有兴趣买楼 他立即可以带你看 几十个楼盘 都可以 那你一看 看完 一看一看 那些纪录 就知道 跌了多少 你自己亲身去 引证一下 所以 内地 房地产 泡沫爆了 泡沫爆了 似于恒大 但是 这个泡沫 其实 再不敲爆的话 可能会太迟了 好了 再说一下 普华永道 帮助恒大造假之后 当恒大借不到国内的 银行 或者外地银行 不肯借钱给他的时候 他就是发债 其中 最近 其实近年 发了五次的债券 当时 普华永道 没有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成为这五次债券 发行的一个 保证 财务数据 是真实 准确 完整的声明 所以 外地的投资者 就是根据这些 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而去买 这五次的债券 好了 现在出了事了 当然债券 就是 分文不值了 那究竟 谁买呢 原来 就是一些最大的 环球的资产公司 包括 贝来德 瑞银 富达 和 新兴市场的专家 安石 原来 他们看到恒大的 债券跌 越跌就越加仓 最后 买了高达30亿美元 成为最大的持有人 其实2021年开始 恒大这个不稳的 现象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周转不太行 但是为什么海外的投资者 还要买这些债券 还要加仓呢 因为第一 他就是信罗兵行 普华永道 的报告 第二 他就相信 如果一旦出事 恒大那么大的企业 欠那么多钱 是不会倒的 如果真的倒了 中国政府是会包底的 会赔给你的 原来是 还有这样的想法 当时 所以现在 出了事之后 当然 中国政府当然不会赔了 是不是 因为你恒大 出事 现在法国根本是 普华永道做假账 所以现在 不单止不会赔 还要罚恒大 和普华永道 罚款 那么现在 现在 那个波就变成了 这个 那个焦点 现在 是到了美元债券 那里 究竟这一批 持有大量美元债券的 外国投资者 会怎样想起码 起码 赚少许钱 就算 不要输了 是不是 好了 这次 当然是通过法律途径 是其中一样 所以 因为 罗冰咸 在香港也是有一个主要的会计 审计公司 国内就是普华永道 所以 罗冰咸 香港 恒大也有在香港 在香港有恒大集团大厦 现在当然是卖了 那恒大也有楼盘的 就是恒大香港也有业务 所以 海外的债券持有的人 现在就是通过了香港的法庭 用香港的法律 希望可以做到点事 终于 在今年三月 香港的高振法院 针对 恒大的老板 许家印 他的前行政总裁 夏海军 还有他的前首席财务官 潘大荣 三人展开法律诉讼 然后查查 再加多四个被告 就是许家印的前妻 丁玉梅 和三家与许家印丁玉梅有关的实体公司 为什么要加多四个被告呢 当然是找到这四个被告 是有资产的 所以想办法 由三个被告 加到七个被告 希望在新的那四个被告当中 挖出资产 现在在香港法院的诉讼当中 是寻求向这七个被告 收回 2017 至2020年 这班人 收了一共的股息 还有董事筹金 还有董事筹金 一共收了多少钱呢 厉害了 原来是60亿美元 60亿美元 乘回港元 大概是500亿左右 500亿 这些钱 原来就 去了这七个被告那里 那里 当然 这500亿就不会再在国内 这500亿就已经去了海外 而 因为 许家英的前妻丁玉梅 现在身在伦敦 所以最近英国就颁布了一个禁制令 是禁制许家英前妻丁玉梅 所有资产凍结 每个月只给 2万英镑给他做洗肺 有些人会质疑 哇 你给2万英镑也很多 就是20万港元 普通人都不会洗得了 那我想他2万英镑也有个准则的 可能就是 你说多说多 说少又不少 但是 很难说 这个多少很难说 但是最重要的是 他如果只有2万英镑一个月 他已经没有能力是请律师 现在英国政府凍结了他 他有60亿美元的资产 那他已经 如果凍结了之后 他用不了的话 每个月只有2万英镑 他请不了律师 请不了律师的话 他在未来的诉讼当中 基本上是全程挨打的了 你都没有人帮你的 所以呢 来着 丁玉梅的资产 将会逐步地揭发出来 究竟这个细节是怎样 究竟许家印和丁玉梅 其实是不是假离婚呢 是不是根本一早已经是 在一两年前做了部署呢 首先离婚 然后丁玉梅去了海外住 他本身是加拿大公民 他去了英国住 然后就逐步就首先是将 高达60亿美元的资产 已经移了海外了 然后呢 就留下许家印就在 中国大陆就受审受调查 就背锅 但是可以确保到丁玉梅和他的儿子 就可以在英国 拿着这60亿美元的资产 以后就可以风流快活了 是不是这样呢 是不是这个是假离婚呢 这个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这个就是在查 究竟过去那几年 其实许家印这个家族 是不是已经 一早已经部署好 一旦恒大地产的泡沫爆煲呢 那么他起码有几十亿美元在海外 先放在那里 是不是呢 那么 就是 翌日如果真的着了草 都不会没钱花 那现在就是 那个诉讼呢 还是在继续着 但是呢 那个诉讼呢 根据 一些文章所显示 他分析 就是现在丁玉梅 就面对两个非常劲的高手 和高手过招 那现在他请不了律师 其实过不了招 但是这两个高手 就是香港法院的 指定恒大清本人 都是相当具经验 和很辣的 一个叫黄泳斯 是著名的 这个是 地产的律师 他主持过 赌王和洪生家族 遗产狗分案 另一位叫杜艾迪 是曾经担任雷幻兄弟亚洲业务首席清算人 那这两位 人士一上任 已经立刻 做到事 那就是 发现到 恒大的财务 是很有问题 原来 一早已经被涂空了 那就 查查一下 现在说 为什么这60亿美元 的资产 在英国是可以被揭发出来 那这两位的恒大清本人 居公自位 那就 好了 现在找到资产之后 在法院 英国凍结了 香港法院就继续的诉讼 当然继续 那最后 这500亿的资产怎么分呢 大家都苦恃担担 因为在海外 那所以海外的债权人 就是买了 恒大的美元资产的债权人 就 苦恃担担这笔钱 究竟他们是否有机会拿回呢 就是 起码这60亿美元 那里 分钱 这个未知 但是 相信 是有时间争 有时间争 因为 如果 整个恒大集团 是欠了26000亿人民币 那你现在挖到500亿的 大概500亿人民币 或者港元左右的资产 那其实都是 相当少数的 你怎样去还那26000多亿呢 还不了的 你现在找到500多亿在海外 那就算是如果是平均分 是否应该平均分呢 海外的 投资者当然是说不会平均分 喂 这些钱 扔了去海外 那我买了你海外的美债 那我应该优先 你还去国内去分 分回出来 分回零头 那就很少了 所以现在 大家都在想着 怎样去争取 在这里 拿回这些钱 也有分析说 其实真的 你面对 海外的大岳 你真是不要 看小他们 那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有一篇文章 举了一个例子 最近 这个是 美国的 科技公司 林奇 和他的女儿 和他的律师 和摩根士丹利的MD 为什么可以在游艇 翻载事件当中死亡呢 大家会说是大风的嘛 吹塌了个艇 那就不错了 死了几个人 但是死了几个人之后 现在揭发到 调查到 他们不是浸死的 他们窒息 而死的 就是说 是不是一早就死了呢 然后船才沉 现在还在查 那为什么同船的船员 一个都没有死 林奇的老婆又没有死 游艇翻了 为什么游艇在大风当中 他这么大只都翻了 他旁边的小只 没有翻了 很多疑问 所以有人会 就会在这儿想 当一个 警探 这个是 疑案的去看 就是说 会不会 其实 林奇和他的女儿 或者 相关人事律师 和这个作证的董事总经理 一早被人 在游艇上 然后 趁着大风 就不知道为什么 怎样可以把游艇整沉了 然后那些水手 船员 完全一个都没有事 只是这几个关键人物 是丧生的 最重要的是 最后查到 他们不是浸死的 是窒息而死的 所以相当多的迷团 是有待解决 但是这个是 林奇这个事件 是反映出什么呢 就是说 他是赢了 刚刚赢了一个官司 因为他是卖 那间公司给韦普之后 韦普就说他做假象 就是打官司打了13年 韦普就说他骗了 因为做假象 所以估值高了 那间公司 所以就骗多了88亿美元 那现在打了13年官司 林奇就赢了 所以他就开游艇出去慶祝 如果真是 好像传闻那样 他是窒息而死的 不是浸死 那就其实很大疑点了 究竟是不是 有些很大势力的人士 不想他生存呢 就算你赢了官司 这帮人都不想他生存 因为这帮人可能 因此而输了很多钱 88亿美元 不少钱 那这个林奇事件 就是被人带出 就是说 你不要得罪海外财团 如果得罪了 就算你赢了官司 都可能是 没什么好结果 当然这个还是全民 也都是有这样的分析 但是那件案子 还在查 大家都要再看看 那个有什么 事后有什么发展 但是很多人就说 恒大集团 许家印和他老婆 前妻丁玉梅 做了这么多因质事 做了这么多假象 你说这么多人输钱 乱借钱 弄了这么大的泡沫 现在爆了 其实很多人都很 很生气这对夫妇 当然你说 不是借关他事 是整个集团的事 应该说 很多共犯 应该说 或者也是这么说 就是那个做事方法就是 不断 买地 买楼盘 起楼盘 然后立刻按 按完之后再借钱 又再买地 又再起楼盘 然后再按 又再借钱 那你银行为什么要借给他 你都没有查清楚 是不是 银行有责任 当然 那你说 银行都没有借钱 那现在责任最大是 回计师 银行不是没有借钱 是近这10年8年不敢借了 以前借的那些都还不到 那为什么十几年前你借给他 其实十几年前都已经有问题了 当时负债比率都很高 一直还不到 不再借了 不再借 那我们去海外借美元借 那借美元借 就要交会计师合同 一定 签个名 那会计师说 我没有保留意见 那个财务报表没有问题 那又哄到海外的投资者落财 买债券 我看我顶着这条数 那整个这样的运作 那就 千丝万缩 那看看这60亿美元 对于这帮海外投资者来说 都是挺重要的 都是挺重要的 那对于整个 负债 整个集团 负债2万6千多亿 那当然 是很少数 但是海外的债券投资者 如果他真的可以 全数 在这个60亿美元那里 拿回 大部分的钱 那这个 也是 起码可以减少大量的损失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视频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石楼台都有视频看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特别是卢社长和我有关中国的新闻时事分析 制作内容需要投入很多资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部 订阅石楼台 有点支持我们才可以继续制作 多谢大家